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格少尔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CEO Ron Cohen热情的欢迎记者 并介绍该公司的发展历程 西格少尔美国公司成立于1985年1月 在美国本土制造瑞士德国西格少尔公司Sixer的产品 并在美国市场销售 该公司有很多传奇产品 比如P220 P320手枪 目前公司北部发展成美国最大的枪械企业之一 西格少尔美国公司的大楼非常低调 记者在公司内部的展示厅 见到了该公司的最新产品 如果要想把该公司所有的产品都拿起来体验 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85年 该公司成立于弗吉尼亚州泰森角 泰森Sconner两年后搬迁到弗吉尼亚州亨登 1990年搬迁到现在的地方 这里距离波士顿并不远 这是P320系列手枪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MCX步枪 这是成为美国陆军 空军 海军舰艇部队的新型制式手枪M17 该枪就是P320的改进型 增加了手动保险 西格少尔公司以生产高质量弹药而闻名 这是该公司制造的 380-90格林JHP 弹 无时发售价18.95美元 约合人民币120元 除了从欧洲进口西格少尔的成品枪械之外 1992年这家美国公司开始制造P229型 40SW口径手枪 同时 该公司把制造车间 客户服务 一流的射击培训箱结合 为客户提供最完美的定制产品 该公司生产的运动枪械 一直在美国市场有非常好的声誉 2007年10月1日 西格武器公司ZIGARMS 更名为西格少尔 SIX 随着公司更名 投入1800万美元 购置全新生产设施 同时增加了三倍的工人 这里的生产车间面积超过19000平方米 所有工人都接受过严格的培训 从车间的布局来看非常紧密 各种分装箱 精密组装设备摆放有序 数控加工中心成为这里的主力 尽管一次投入较高 但其费品率非常低 而且生产效率非常高 工人正在组装枪械 西格少尔美国公司的弹药可不是简单来自普通的外部供应商 然后贴上标签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 西格少尔刚刚在阿肯色州杰克逊维尔建立了一家全新的弹药工厂 该厂可以延产两亿发各型子弹 根据未来销量还可以增加产量 新罕布什尔州总部有1550名员工 负责生产 售后和培训工作 他们分布在多佛 埃平 埃克赛特 纽因顿和朴茨茅斯的五个地方 约有100人在阿肯色州杰克逊维尔弹药厂工作 位于俄勒冈州图拉丁的西格少尔电器光学公司Sixor Electroptics另有50名员工 这是MCX补枪的枪管 工人正在对枪管进行研磨 来到这里的记者受到热情的欢迎 他们将接受简单的培训 然后体验西格少尔公司的最新产品 西格少尔公司高级讲师埃里克帕尔默亲自出马 来到西格少尔公司的室内靶场 桌子上已经摆满了手枪 弹匣和耳罩 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射击训练 平时很多西格少尔公司的客户也在这里进行培训 这是西格少尔P320XF5V手枪 是P320的竞赛型 该枪显然是西格少尔公司的最新产品 套筒顶部有三个大小不同的开孔 今天使用的是西格少尔公司制造的精英系列弹药 非常出色的子弹 子弹管构 所有记者跌上受伤 开始进行空枪练习 显然这种竞赛手枪的效果 比P320更加出色 西格少尔公司的教练向大家展示如何玩花样 记者是用P320XF5V手枪 丹麦陆军很土豪的猎装P320XF5V手枪作为制射武器 所有人对该枪的性能表示非常满意 P365V型手枪射击 这是西格少尔靶场的武器库 现在换MCX步枪 同样 子弹也是西格少尔公司的产品 管购 很多人对这种改用活塞短形成的AR步枪都有保留意见 主要就是因为前护目太臃肿 但是射过程中 所有人都表示 该枪性能非常出色 子弹打在靶场末端的钢制大门上 蹦践出一串火星 现在乘车前往西格少尔公司的野外训练场 注意车牌非常拉风 SIG-7 这座多功能训练场可以满足几乎所有轻武器战术训练的需要 用户可以在这里进行CQB战术演练 这里把位设计非常合理 甚至有中等距离的把位 能够满足手枪 步枪等实弹射击需要 西格少尔公司欢迎用户参加他们的射击培训课程 培训教官甚至有来自特种部队的成员 FCX步枪 P320XF5V手枪 P365V型手枪 P365V型手枪 FCX步枪战术射击 FCX步枪 P365V型手枪射击